刑事局警方破获了一个自称大陆什么欺负党的诈骗集团 跟被害人谎称说你背后有不干净的东西跟着你 原名妇人听了之后还真的立刻把家当还有六万块钱的现金 全部拿出来装在袋子里面交给神医要做法消灾改运 只是没想到被害人事后发现这个东西遭到掉包 回到家才看到这里面啊变成了一包盐巴跟矿泉水才惊绝受骗 市场买菜人挤人除了小心自身财物 现在还要注意诈骗集团可能会盯上你 年初一名妇人在市场买菜 这是出现了一名操着越南口音的女子 向前询问妇人知不知道神医在哪里 这当妇人一头雾水 这是一名男子靠了过来说知道去哪儿找神医 并凹了妇人一同前往 妇人就因此陷入了骗局 接着一名自称是神医孙女的女子 向妇人表示有不干净的东西跟着 要赶紧做法改运 否则将会有大祸上升 妇人深信不疑听从指示 把家当包括现金六万都拿了出来 用这个所谓金光党他们的惯用的手法 就是用这个两个塑胶袋 把这个金石放进去之后 然后念念有词做法之后呢 又还给了这个被害人 并且要求妇人带回家后 要等上21天才能将袋子打开 而21天过去了袋子打开 里面竟然是一包食盐和两瓶矿泉水 夫人这时财经绝被骗赶紧报案 原来是碰上了祈福党的诈骗集团 行事局呼吁正当的宗教信仰 绝不会要求信徒将所有的财产拿出来 民众千万别落入圈套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